委員長 我想是這樣子 上一次我在這裡就教於我們主委的時候 曾經提過關於我們一些投資的幾個公司的營運績效 所以我們今天委員會也特別安排今天的報告 當時我有詢問過你有兩個公司是讓我覺得有點訝異的 非專業經營 績效嚇嚇叫 為什麼你這樣講 目前我們想主委也成立的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兩間公司 一個叫歐星環保公司 我再確認一下我們的主委 想說看你或者你的處長對歐星環保到底不了解 第一個 他大概在什麼時候成立的 歐星環保是95年成立的 95年成立的 那資本額大概多少錢 3億4千多萬原始的投資資本 原始3億4千多萬 那退伏會投資多少 我們是29% 初期是40% 後來因為沒有增加那個沒有參與那個增資 我們現在的股權大概29% 所以大概出了1億多就對了嘛 是的 好 出1億多 那我想問一下 當時你們跟我說的內容說 因為你們這個廢棄物處理中心在台南的工業區一直沒有完成嘛 所以這個案子從頭到尾都沒有經營過 他不是在工業區沒有完成 他是跟台南市政府申請 台南市的基於啊 附近民意的抗爭 所以要求 對 是的 所以就一直沒有嘛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到目前為止你們 他年年虧損沒有營運過嘛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算過他的累積虧損金額大概多少了 累積虧損平均每年差不多到達1200萬左右 所以9年1億多了嘛對不對 所以大概1 3分之1的資本額都被吃掉了嘛 好 那當時你們有告訴我說 他們未來你們有做一個未來計劃的一個改變嘛 對 你們現在的計劃 103年同意的 103年同意的嗎 102啦 102年10月同意的 102年嘛 現在是幾年了 現在105年 但是中間有些程序要走 現在目前的做法 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正在對公司啊 做整體的資產建架 那我想請教一下 資產建架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資產建架在今年年初就已經開始做了 那預計要半年的時間 你們當時是告訴我說 去年12月就已經開始在 開始啟動這個計劃 啟動資產建架嘛 是的 資產建架 你們現在委託哪一家公司做 我們有委託兩家建架公司 一家是宏大建架公司 一家是華新建架公司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建架要建架什麼東西啊 建架就是建架所有的那個有型資產 有型資產 然後勒 那你要撤資的話 我想請教你 你的撤資要撤給誰啊 撤資撤回那個是基金預算 不是啦 我當然知道 我是說你要撤資嘛 公司要把錢給 我們會公開標售 這我們會公開標售 你們要公開標售 是的 你們的股份嘛 是股權 所以你現在狀況是說 第一個你要先確認你現在 現有29%的股權還值多少錢嘛 是的 可以是要做這件事情嘛 是的 那這家公司現在禁止多少啊 你們知道嗎 報告禁止詳細 我要去詳細查一下 你也不知道嘛 所以你們預計在今年的6月 會完成資產的建架 6月之後會怎麼處理 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開始把股權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嘛對不對 所以預計什麼時候要開始辦公開標售 大概是正常的話應該是6到9月會完成建架 然後開過經過還有一個審議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完了之後呢 那我們在報請相關大會全程同意之後 我們就開始走公開建架的程序 照你這樣講又要再搞一年啊 大概今年內能完成 如果順利的話 今年內完成 好那麻煩我們的處長 把你們這個工作時程表 歐星環保的部分的工作時程表拿一份給我 是的 過來 爹地爺 為什麼這邊一個資料給你參考 我本來以為你們是要把公司解散掉 那如果你們只是要撤資就沒有這個問題 再來 郭花海洋 哪一年成立的 52年 到現在也蠻久的一段時間了 是的 大概最近這幾年都在虧損嘛對不對 虧損 是的 你們有沒有算過他大概累積虧損大概多少錢呢 委員是指從民國幾年開始的累積虧損 就是從他整個整體開始算起來 比如說哪一年開始虧損的 大概一百年左右 大概是最近四年來 大概累積虧損達到一億多元 達一億多了嘛 那你們這個案子 你們準備怎麼處理 我跟委員報告 基於這個樣子 我們去年其實對國化海洋公司 我們做了一個一系列的轉型工程 包括第一個我們把龍邦一號的 這艘唯一的船處理掉了 第二個我們縮小了整個公司的 營運規模 第三個呢我們叫公司啊 現在代理董事長啊 在思考公司如何轉型 重新轉型 我想問一下 這個 這一間公司 退府會投資比例多少 49 幾乎就是退府會的公司了嘛對不對 那剛才你講了老半天 國化海洋公司的營運啊 是 你把船賣掉之後 它的營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營運 所以說我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在思考它如何在轉型 因為現在整個遠洋漁業是不景氣 所以它現在營運是零嘛對不對 現在營運目前為止是在做轉型 跟那個準備當中 所以是營運是零沒錯 沒有營運零 它還有一些收入 就是不動產的那個租金收入 它現在還有不動產租金收入 它的不動產在哪裡 所以它現在沒有虧損 它現在在中校東路還有一個房地產 在出租 高雄也有一棟大樓在出租 所以現在它現在變包租工就對了 不是包租工 我能跟包租工 它現在準備在轉型狀態 對 那你們那個公司裡面多少人啊 現在只有正式員工只有一個人 其他公司的正式員工就一個人 然後董事長是我們那個其他的公司 那照你這樣講 如果這間公司只當包租工的話 也會賺錢啊 不是 所以我跟你委員報告 我就想 我聽說假設你的這個轉型失敗啊 想不出什麼 什麼做法的話 至少目前狀態它不虧損的 它不會虧損 是的 它沒有虧損 那這樣的話我會建議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完成轉型計畫 轉型計畫 因為要整個考慮到國內外的整個市場環境 我知道啊 所以我現在想不出來 所以說要至於進行什麼 必須給公司一段時間去做整體的規劃 所以你們這個 包括尋求專業的企業公司 我了解嘛 你講這些東西你們做了哪件事情了 我們現在都同步在做 做了哪一件事情 你委託了嗎 沒有委託 我們現在有董事長 正在尋求國內各種投資機會 那你們董事長現在尋求 你有沒有做出了哪幾件事情出來 呃 你講的老闆聽 我他知道你的意思 你講的很好聽 做了哪幾件事情 比如說 跟哪一家公司簽訂了委託 委託 顧問啊還是什麼的 有嗎 呃 現在目前啊都還在 全部都沒有嘛 還在階下 還在階下當中 就是在思考而已嘛 對還在思考階下當中 對嘛那我問你啊 他虧損幾年了 他我跟委員報告 從今年開始他就轉虧為贏 他沒有虧損了 我的意思是說 去年就把那條船賣掉了嘛 是的 所以他的主要工作就已經結束了嘛 是的 你船賣掉還有辦法經營嗎 不行了嘛 你去年什麼時候把船賣掉了 去年10月了齁 對啊 所以到現在已經有半年的時間了 半年來你告訴我 你們還在想嘛 那你們把船賣掉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家公司要做什麼事情嗎 同樣的道理齁 麻煩我們的這個處長這邊齁 你也給我一份關於國華海洋 該公司未來的營運方向跟目標 是的 你也請你們董事長做一篇作文出來齁 是是是 瞭解他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我聽你這樣講六個月的時間 大概就算沒在做事情啦齁 再來 為什麼會這樣講齁 談到轉型正義齁齁 我們曾經跟你要求 請你提供一份資料給我們 關於就是說 這個退府會所投資的公司裡面 有國民黨投資的部分 相關的死骨嘛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有回文來了 有 你們的回文你們覺得滿意嗎 你們的回文寫這些東西啦 我把 你還說是密件啦 我就把重要都刪掉了啦齁 我全部內容都是依公開資訊 觀測上網頁什麼的 要不然就是據公司表示不要 啊 這是處長你管的嘛對不對 對 是我也管的 你覺得這個回答好嗎 報告委員我跟你報告齁 正義我們會見的董事 對於公司裡面 他是可以去 他是可以去調閱跟了解資料 但是 他不能 沒有經過公司的同意 轉給第三方 這是會 妨礙 觸犯了營業秘密法 我們 公司法的210條 你們對這個也有規定的很詳細 他不是退府會管的嗎 他不是 我們只是參與轉投資而已 欸 稍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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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屬住你們派的耶 是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 那我們可以那個嗎 欸 報告主席 那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就到時候我們就要求 開一個秘密會 或怎麼樣 對你可以提啦 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 報告委員 我是不是請我們法律會的參試 從法理的觀念來跟您做報告 因為我們對這件事情 我們也很希望能夠提供 因為我知道說 退府會也盡量不要以各資法等等法律 阻礙國會的監督 對啊 這哪有問題 那我們就成立調閱小組好了 一樣 好不好 那我們就成立調閱小組 等一下我會提一個案子 我們就提調閱小組 請你提供完整的資料 因為就 就剛才 主委講的其實我是很贊成主委所說的內容 其實基本上要調是調得到 只是你們擔心各資的問題嘛 好 那我們為了解決各資相關的問題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我到時候會提案 我們來成立調閱小組 請我們退府會 就我們之前詢問的部分 提供更詳細完整的資料 我想轉型正義就是 對退府會是個好事啊 讓你們贏得正義的一個名聲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 我為什麼講說是 退府的退府會 退府會 人家的你們的做法是要 辦理國軍退出 官兵的輔導業務嘛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也在輔導 你們的退出會的處長 謀更好的職務啊 有沒有這個狀況 我想我們所有的業務 都是按照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講 來 我給你看一個資料 這個是我們所有的退府會 轉投資過去之後 這些董事長 領的薪水 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他們的最後一個工作 如果是國防部的 薪水比較多一點 如果最後的工作是退府會的 我還不錯欸 薪水都比較高欸 所以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代表說 有在退府會 繞過一圈的人 這個未來在安排 所有的公司裡面啊 薪資都比較好啊 這是你們給我的資料啊 報委員 薪資的高低喔 要看個別公司的營運 我當然知道 你這句話我早就知道 你會回答我這樣子 而且他的薪水都經過董事會啊 我都知道吧 那為什麼你們退府會 自己派的處長 副秘書長去的公司都比較好啊 薪水比較高 這個可能 我們沒有特別 國防部的 剛好就這樣子啊 很好巧欸 我也覺得很巧啊 為什麼這麼巧啊 我就跟您報告 就說還是要看個別公司的營運 我當然知道 你講這個我都懂 我知道你會這樣回答 我就說很巧的 為什麼是 你們自己派去的 的公司 感覺起來薪水都比較高欸 這是你們給我的資料 這可不是我自己掰的啊 主委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 很巧對不對 這蠻巧的嘛 處長很巧啊 我們並沒有特別規範哪家公司是 由誰來派 啊沒有我當然 你沒有這樣講我知道嘛 我也知道你會回答 我說營運績效困難 我都知道你會這樣回答 只是你自己看一下這個表格裡面 你會覺得很巧 還是你覺得不巧 要嘛就是刻意的 要嘛就是非刻意嘛 對不對 刻意 刻意就是不行嘛 對不對 非刻意就是很巧嘛 那很巧怎麼辦 呃 我就跟您報告 他的薪資 他是會做調整 要看公司的營運 啊很巧啊 那我也知道 那為什麼剛好退府會 你們的處長 副秘書長去的都很巧 都還去一些 因績效比較好的公司 還是說 處長你就告訴我說 因為帶過你們退府會的人齁 呃絕對沒有 管理能力都變強了 所以這些人派去的公司 薪水都比較好 呃沒有這個現象 沒有這個現象 所以說 所以處長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派去的人跟國防部 退休的人能力是一樣的 不是 他至少啊 比其他人更了解我們 所以嘛 那你就告訴我 那你就告訴我說 呆過退府會的人 能力都比國防部 純粹退伍的這一些高階主管 能力好 所以他們去了這些公司 最後展現出他們的績效比較好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而是他們啊 比其他人更了解 我們會裡面的整個的目的 以及啊 我問你啊 你們的新湖 新興水泥 喬龍投資 這幾家公司 在你們會裡面 有之前有過相關的業務推動嗎 沒有啊 都是去了之後才開始做的啊 不是 他至少了解我們的安置 以及我們相關的那個 所以 你了解安置 跟他這個績效有什麼關係啊 呃 報告委員 他們在派任之前啊 其實他們啊 擔任會見的董事 都很多年 所以他們對公司的營運啊 以及啊 如何經營公司啊 他們都很了解 那不就是剛才我問你的嘛 是不是待過退府會的 這一些將領 有先轉到退府會的 之後 派任過去之後 經營能力都比較強 所以 相對反映出心水 這一點我不敢這麼主觀的說啊 就是看起來 那我為什麼問你這樣子 不然你 這個部分麻煩你 會後你也給我資料 為什麼剛好都這麼巧 我幫你們查 我也覺得很奇怪 本來還沒注意 越看薪水越覺得奇怪啊 對不對 如果今天 今天我們退府會派去的人 薪水都是比較低的那個部分 我還可以感覺說 是不是退府會的這些高階主管 就犧牲自己 居然我們都派一些這麼多 可是看起來沒有啊 那沒有你告訴我的意思說 因為你們長期就有在這些地方 就有派駐當董監事 對這些公司了解 所以經營能力就比較好 所以要派過去之後 自然就把公司經營提升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沒有這個意思啊 你是說我們派的董監事 我是說我們的會見 如果 你如果講沒有這個意思 那你派去就是亂派了 好 再來最後 再給你一分鐘 好再給我一分鐘 另外他們的這個薪水的部分 我再問一下最後 處長你曉不曉得就是說 主委你知不知道說 你們這個薪水啊 有高有低嘛 對不對 是的 你認為他跟他原來的這個 將官的退休金比起來 是一樣的還是多很多 他可能會比較多了 有可能比較少的嗎 目前為止我們並不了解 但是有些公司營運狀況不好 有沒有你也不知道嗎 有哪一個派去的董事長 從你來說我給人家犧牲 本來我的退休工一個月12萬 去剩9萬 但為了國家經營這個事業 我願意努力 有人告訴你這句話嗎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們有些退伍之前 是中將或少將 他們在國防部裡的薪資 我們並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你怎麼會不知道 啊不是退出議官面副導委員 就管你們 你們不是管這一塊 那是國防部業管的 那我問你啊 他們除了薪資之外 是不是另外一個非薪資加級 對不對 這個獎金所得 有獎金嘛 加獎金會比你的原來的高 還原來的低 通常會高 但是看你如果 通常你告訴我 你有例外才會叫通常 對 沒有例外就是有 有還沒有 公司啊如果營運不佳的話 它就會比較少 我舉個例子給您報告 像我們星雲啊 星雲公司 在前幾年 它連連虧 因為九二一地震 它連連虧損之後啊 它基本上的薪資 是比它在軍中待遇差很多的 那個 蔡委員抱歉 我們後面 是不是用書面來尋找 你這個部分啊 你的資料給我分 他們原始的薪水多少錢 好以上謝謝 好謝謝委員 那個退輔會 不要再動輒用個資法出來 規避監督 大概整個八個委員會